字幕字幕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這款由西門子公司 所出的俗稱UG UG這個軟體是專門做Catcam的一個繪圖工具 主要應用在於我們機械製圖方面 這個版本呢 是UG的2206版 打開程式 我們可以進入歡迎畫面 這個歡迎畫面我們可以看到 有官方所提供的一些說明以及概念技巧等等 這些都會放在 網站上 所以打開UG的話 記得要連上網路 才能夠看到這些 有官方提供的說明文件 首先我們先建一個檔案 既然是3D建模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模型中的建模 這是由官方所提供的一個範本 讓我們可以藉由這個範本 來達到快速建模的一個便利放置 首先他幫我們開啟了一個 以建模為主的一個工具列 在左手邊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歷程的記錄 我們如果執行的相關的動作 需要復原 或者是我們需要快速的選取的話 可以從左手邊這邊來點選 我們先新增一個 模型 系統呢 提供了許多設計特徵 那我們 可以 快速的建立 比如說 像是 方塊 圓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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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體 等等 一些基本的設計特徵 我們先建立一個方塊 然後指定一個 圓點 設定好我們需要的長度 目前預設是 100 50 這個布林是在於 當我們有兩個物體以上的時候 我們要設定這兩個物體要有什麼 交集 或者是連集 之類的 一些布林 功能 這個我們有機會再提到 我們先建立一個 基本的方塊 可以看到 我們 按下確定之後就建立了一個基本的 方塊特徵 接下來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滑鼠的一個基本操作 按下滑鼠的左鍵 我們可以選取一個五鍵 這是我們剛才建立的方塊 在上面稍微停頓一下出現 點點點的符號 時候 我們可以藉由 出現在右上角的 選單 來選取我們 需要的 面 或者是 邊 等等 或者是 我們可以在 空白處 按住滑鼠 拖曳 我們就可以 舉行的方式 選取 物件 在這個範圍裡面的物件都會被選取到 包含了 坐標系 等等 按下滑鼠右鍵 我們可以出現一個 快捷的選單 長按滑鼠的右鍵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由 UG所提供的 一個 快捷按鈕的 功能 我們可以藉由這個 九宮格 來選取 這個 相關的 快速功能 而這個功能列 其實我們是可以制定的 這個有機會我們再提到 接著 按下 滑鼠的中鍵 長按的話 我們移動 就可以依照我們 第一次點的 地方圍圓點 來為這個 物體做一個 旋轉的動作 中鍵 搭配於滑鼠左右鍵 其實有不同的功能 比如說 按下中鍵 與 滑鼠的左鍵 我們就可以 針對 在我們特定的區域來做 放大 以及縮小 或者是我們可以按著中鍵 再按下滑鼠的右鍵 可以來做 我們物體的平移 這個整個 工作區都會整個平移 如果不擅長 滑鼠操作的話 我們也可以使用 Shift 加中鍵 就可以做平移的動作 或者是 Shift 加Ctrl 我們可以做一個 放大縮小的 動作 以上 就是我們今天 要簡單介紹的 關於 UG的一個 基本操作 當然其他還有很多的功能 這一集只是 試試水 如果你覺得 有幫助的話 歡迎你點選影片的右下角 或在影片的底下留言 告訴我 當然支持的人越多 我們出片的速度也跟著加快 所以你 覺得 UG不錯的話 也可以 歡迎你 點選 訂閱 來接收我們 最新的動態消息 謝謝